嗨各位意見人的好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是108年2月17號星期天 那今天帶各位來賞花 那今天要賞的花是什麼花呢 沒錯就是鏡頭前面的這顆芒果花 那芒果它的品種非常的多 我們數也數不清 那我們原子裡面呢 基本上我們有種了金黃芒果 我們種了水蜜桃芒果 我們種了愛無芒果 我們也種了黑香芒果 還有眼前這顆四季芒果 那今天介紹的這顆四季芒果 它的花已經開好多了 那為什麼要介紹它呢 還記不記得在他約一兩個月前 剛跟各位介紹採芒果 冬天採芒果的樂趣 那我們採完芒果之後 現在整棵樹又布滿了芒果花 所以這一顆就是我們一年四季都有的吃的四季芒果 那四季芒果 它每個季節吃起來 那口感都不太一樣 所以在四季採芒果跟吃芒果 雖然是同一顆芒果收產芒果 可是我們吃起來口感大致都不相同 大家可以自己去嘗試看看 那四季芒果的話 它的整個花絮看起來會比較鬆散一點 那它的花比較偏淡黃色 有點綠綠的感覺 那今天為什麼要介紹這顆四季芒果呢 因為我們在這顆四季芒果的身上 動了一些鎖腳 來跟各位帶過 帶各位到這個鏡頭來看一下 底下這個都還是四季芒果的花 看起來偏黃偏...偏綠 偏綠還有淡黃色 那我們鏡頭再往上稍微帶過來 有沒有看到 我們鏡頭前面現在這一個花絮 芒果花絮 它看起來就沒有那麼的寬 它整個的花絮裡面的花餅比較短 它顏色比較偏紅 顏色比較偏紅 那沒錯 這是我們幫它嫁接上去的水蜜桃芒果 我們看一下它嫁接的地方 這是我們幫它嫁接上去的位置 那當初嫁接上去只是純粹好玩 那沒想到它這麼快 就來花了 就來花 那今年會不會順利著果 那我們拭目以待 那這一顆 剛剛也跟各位講 芒果因為它品種非常的多 那我們要吃到所有芒果的品種 那每種芒果種一顆 那你的土地也要 蠻大的 果園要夠大 所以我現在有個想法 就是在這顆四季芒果上 逐年增加它的品種 把我們園區裡面的金黃 然後園區裡面的艾文 黑香 甚至土芒果 都把它嫁接上去 那因為現在正值所有芒果都在開花 都在開花來花中 不太適合做嫁接 所以先跟各位做這個預告 那未來我們做嫁接的時候 我們會再把視頻 PO上來給各位好朋友做參考 那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那也蠻有成就感的 那喜歡玩果樹的好朋友 那你也可以自己種一顆芒果 那在這一顆芒果上面 試用你的魔法 讓它在一年四季都會產果 除了一年四季產果之外 它可以產各式各樣的芒果 這是非常好玩的喔 那今天的介紹 就到這邊 短短的幾分鐘 那喜歡我的視頻 請持續的關注 按讚分享 最重要就是訂閱 好謝謝各位 拜拜